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为什么没有目标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每个励志演说家都会是一样人生目标的重要性 他们会告诉你 没有目标的生活绝对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点没人说错 事实上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但是当你努力找到动力去追寻你的目标时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想改变你生活和思考的方式 你就需要从没有目标的生活中迈出一步 没有什么会比在生活中 没有目标更会伤害你的动力了 这里有七个基本的原因 他们会给你足够的动力去寻找你的人生目标 因为没有目标的生活对你的影响超乎你的想象 一、没有目标的人生没有意义 你曾经害怕过死气沉沉的生活吗? 如果是 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存在会有多痛苦 想象一下 每天早上都不想醒来 晚上也不想睡觉 没有工作的意愿 没有享受的兴奋 没有朋友的陪伴 也没有继续生活的理由 脑子一片空白 什么也不想 缺乏情绪 消极的和积极的 没什么好期待的 显然 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生活 但这正是你没有人生目标的感觉 缺乏目标 就意味着缺乏目的 这意味着 没有任何东西 会把你带到一个虚构的最终目的地 你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发现自己在路上是痛苦的 你甚至压根就不喜欢这条路线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人生旅行呢 然而 即使你有目标 它们可能也是很随意的 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相矛盾 你到处乱逛 完全没有方向感 没有目标的生活 就像现在这样 完全没有意义 然而 一旦你弄清楚 你为什么活着 你就会对你期待的更大结果 有一个想法 每一步都会变得有意义 你的旅程不再是没有目标的漫游 相反 即使是散步 也会变得愉快 因为你知道 它们会把你带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而 你会充满焦虑 你是否发现 自己陷入了焦虑的生活循环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缺乏目标 没有目标的生活 是没有意义的 你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 都与你无关 因为似乎没有什么是连贯的 你的大脑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这一切都在发生 当一个人的大脑认为 自己的生命属于危险中时 就会引发焦虑 所以在没有目的的生活中 你的大脑会将这种缺乏联系 转化为对你生活的威胁 对你的大脑来说 任何看起来不是的东西 都会自动成为危险 相反 如果你的头脑 能把你的行为 和一个连贯的目的联系起来 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更有意义 因此 你会感到更平静 更少焦虑 你的头脑也放松了 因为同向最终目标的道路 不再毫无意义了 三 动力是一个长久的梦想 几乎每个想成功的人 都需要大量的动力 更清晰点 从你对生活有明确目标的角度来看 你会相信生活带给你的一切 那它作用又是什么呢 它能让你的大脑更努力地工作 前进的每一步 都让你感觉 离最终的目的地更近了 这自然会鼓励你表现得更好 没有目标 你就无法衡量你的成就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导致什么 所以你认为它毫无意义 但是当你很清楚预期的结果时 最小的进步 也会成为动力的助推器 你可以尝试所有的激励方法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找到你的人生目标 并按照它来生活 四 缺乏专注力会阻碍你的成长 每一个领域 事业 生活的一部分 和人际关系都需要成长 人生就是进步的代名词 至少你的智力和知识在增长 这种增长从何而来 你可以获得最好的知识来源 然而 除非你的大脑处于吸收信息的状态 否则你不会学到一点东西 同样的 如果你的集中注意力 你甚至可以从最不起眼的事情中 学到有价值的东西 从根本上说 这样做的方式是 人生目标会让你朝这个方向努力 你可以在这里或那里转几圈 但最终的输出是一致的 所以你付出的所有努力 都是为了实现你的人生目标 这种专注是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实现的 有了目标 你才会选择职业道路 选择身边的人 选择人际关系 选择朋友 选择生活空间 甚至选择每天的通勤路线 所以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的注意力都不会受到干扰 因为你心中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把注意力集中在正确的事情上 你可以很容易地克服这些小麻烦 重要的事情总是在你的关注范围之内 不管它们有多小 所以总的来说 对于一个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人来说 做好工作 更努力 更有效 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五 没有目标的生活似乎不可能成功 到目前为止 你所读到的一切都直接关系到你的成功或失败 所以心理平静 动力和专注 对你生活的任何部分的成功都很重要 但还有更多 即使你没有一个人生目标 你的脑海里也可能有一个愿景 你甚至可以让自己最大限度地专注于你认为适合自己的方向 从这个例子来看 你出发去上海 但你走错了路 你会看到条狭窄的路 那里漆黑地看不清周围 但你还是继续往前走 你的车坏了 附近又没有维修站 然而 你还是会尽量推你的车 你确实还能走得更远 但你永远到不了上海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无论你多么努力工作 都是毫无用处的 但如果你知道正确的道路 你甚至不需要付出一半的努力 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六 影响身体健康 没有目标的生活影响的不仅仅是你的心理健康 它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首先 你思想上的压力会自动转化到你的身体上 持续的压力可能会导致脱发 搓疮 体重减轻 体重增加等等 但也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研究已经证明 在生活中 有明确目标的人 比那些继续过着没有目标生活的人 生命更长 明确了人生目标的人 能够忍受更多的痛苦 患心脏病的风险更低 令人惊讶的是 生活没有目标的人 患阿尔茨海默痴症的几率 也要高出2.4倍 原因可能是没有目标的人 失去了希望 没有任何期待 所以心理会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 无论如何 如果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 就可以让你避免所有这些麻烦 为什么你不拥有一个呢 7.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愉快的 社会包容是一个人人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没有目标的人往往更孤独 即使他们参加社交聚会 他们也不太可能享受其中 因为这些人没有清晰的思维 他们只是不能享受他们周围的有趣事情 他们的大脑无法理解情绪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环境不够好 同样的环境和人 对个精神上感到满足的人来说 是愉快的 总结来说 这些原因中的每一个 都被证明是无目的的生活结果 每个原因都会导致混乱的生活方式 没有人会故意想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短的时间 所以与其浪费时间过着没有目标的生活 不如开始努力改善生活 走出这种痛苦的生活 就在你的掌握之中 经历这些麻烦和短期的斗争 故障有教职的生活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